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旁邊的Nabel 你別以為它只是一個行李箱這麼簡單 因為它還是一輛車 我的神驅開法很簡單 右手就是給油 左手就會是迫力 我再給油 兩隻手就向後移動 我們再來一次 右手比油 左手迫力 是不是很容易開呢 我覺得我現在和這輛車融為一體 我們現在試一下平路 在地毯測試一下 簡直是風磁電製的速度都會有點快 不過我想可能比你慢跑 好 我們現在要測試一下上斜 究竟它夠不夠力 OK的 是慢了一點 但都可以上到 好 試一下過不過這個薄位 等一下要減速 我跟你說如果你再給油 是不行的 一定會跌到一扣一扣 但我覺得很貴 但這個行李箱真的很好玩 因為駕駛的時候 真的帶到一種刺激感 可以去到很快很快 而另外我覺得值得讚的 就是它有些貼心位 我覺得做得不錯 例如它這個位置會有腳踏 你可以踏著 隨時放下腳也可以 把腳放上去也可以 我覺得這個貼心位很棒 雖然這隻行李箱真的很好玩 不過它也不是沒有缺點的 因為它輪胎是不會360度轉的 所以如果你要推 自己可以向前或者向後推 拉開它的拉鏈 你會看到裡面的空間其實挺好洗的 因為四四方方 雖然不是說裝了很多很多東西 但是五六件衣服也是絕對沒問題的 雖然它的收納空間小了一點 不過它也有它的優勝之處 例如行李箱下面 你會看到有兩個USB叉頭 你就可以用來充電